话如历刃般刺进苏菲玉的耳中 紧接着就冲到咔嚓的声音传来 那声音清脆利索 好像直接将骨头全都掰断一样 听得众人毛骨悚然 一套错骨手法下来 苏菲玉已经成了没有骨头的烂泥 她脱臼的手段可是熟练得很 而且这种程度上的脱臼会特别痛 但是又不至于失去意识 她要让苏菲玉活活受着疼 只有让她知道厉害以后才不敢对自己动手 盛前于捡起苏菲玉掉落的匕首 锤某清透纯洁的脸上勾起一抹冷笑 今日宴会可是明令禁止不准携带刀具 可这笔手是倪带进来的 这种情况下 我说你是自客杀了你也站着理 盛前于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苏菲玉一张脸惨白如纸 斗如筛糠惊恐地看着盛前于 盛前于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唇角微微挑起 此刻却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 菲玉我的孩子 宁太君带着哭腔 一帮人疯疯火火朝这边赶了过来 平阳侯看着女儿受了这等委屈 心里那个恨呀 转身跪在地上朝皇上磕头 皇上宁阳县主将飞鱼打成了这个样子 还请皇上做主啊 盛前于站在旁边正要开口 却被脑残欲亡急促的声音打断 皇上恕罪 与儿自相也长大 做事没个轻重 若是有什么错 陈姨一定带回去好好教训 还望皇上赎罪 皇上一脸冷肃地看向盛前于 这是怎么回事 回禀皇上 刚才是苏小姐带人过来为难我 我只是出于自卫反击 并没有做错 你还敢说你没错 平阳侯立刻就急了眼 也顾不上礼节 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 满眼星红 你看看你把飞鱼打成了什么样子 盛前于侧目朝平阳侯你一眼 冷笑出声 侯爷这意思 是我应该站着不动 任由你女儿打我吗 灭障你还敢说 御王阴沉着一张脸 想都不想便认定是盛前于的错 盛前于对这个脑残忍耐到了极点 冷冷扫向御王 我被人欺负了 还不能说 在父王眼里 我们御王府的人就是这样窝囊的吗 那眼神好像颤了冰茶一般 直看得御王愣住了脸 嘴角哆嗦了半天 愣是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就在众人静入寒蝉的时候 清亮之中带着嘶嘶寒意的男生 灌进众人耳朵 呵我鬼异军的人 什么时候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 平阳侯刚刚得了一支精锐的骑兵 看来最近势头很强啊 怎么你打算如何处置本王的监督时 英里修逆着眼睛看向平阳侯 他的声音不大 却让平阳侯感觉到一股难以抵抗的畏惧 臣不敢 平阳侯攥住拳头 停止片刻咬了咬牙 但是小女被伤成这样 总得有个说法 若今日不出这口气 恐怕平阳侯服以后 就难在百官之中立威了 英里修目光一扫 众人不由地屏住了呼吸 就连皇上和皇后都没有说话 英里修在盛前于身上打量一番 看他没有受伤 这才又开了口 这些人是你打的 圣前于撩起眼皮看他 红唇一碰 是 然而不等众人反应他又跳出一句 是玄王殿下让我打的 这一句 险些惊掉众人的下巴 愣愣地盯着他 而皇上拖着下巴坐在一旁 脸上多了一丝看好戏的意思 相对众人的惊诧 英里修嘴角酿起一丝玩味 你的胆子倒是不小 当着面就敢把事情往本王身上推 你还是第一个 御王一脸吃屎的表情 瞪着眼睛看着圣前于 这个孽障是在找死吗 之前得罪了赤云猴 现在又得罪玄王 他死也就罢了 可是这样一闹 必定会连累于王府 王爷说过 诡异军的职责是守护我名仓国土 但是在战场上守护国土的前提条件 是保住自己的命 人生如战场 刚才我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圣前于仰着头 一脸正气凛然 听得众人都愣住了 这话似乎听起来是有那么点道理 可是 好像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好一个人生如战场 因离兄斜斜地勾起唇角 目光在苏菲宇身上扫过 嘴角一撇 可是本王也没有让你将人家骨头都陷了 圣前于心里对他直翻白眼 柔柔地说道 王爷知道我下手没轻重的 威胁就在眼前 我只想着保护自己了 这算是一时失手吧